你 你已经在闪了 你要干嘛 我那杯皮 真好看 这婆家在外地就是麻烦 幸好在长洲 不然的话 我今天可能就赶不过来找你玩了 那我损失可就太大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 静静 我也要报答你 咱们出去玩吧 我请你喝东西 不要了吧 都七点了 这七点多不还早着嘛 走吧 咱们可以去冬酒那边 这两年冬酒搞得可漂亮了 冬酒 本来想问你 下午有没有时间出去走走 宜兴这两年变化很大 冬酒盐护造成美 那边啊有特别多 很浪漫的小群跳的咖啡厅 而且都有小包厢的 好啊 那去吧 我们多拍点照还能拍个朋友去 走走走走 静静啊 我来开车 好 静静啊 你说说你啊 你怎么把这驾驶站扔这么后面啊 啊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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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不见学生大人 他还是那么帅气 说吧 她的驾驶证 为什么会在你的后座位上啊 你们在车里 都干什么了 什么都没干啊 我心里才怪呢 上回我看你们一起参加 王者荣耀比赛 我还问你来着 你怎么说的 就是迎新里偶遇 顺便要她一起看比赛 结果呢 人驾驶证都在你车后座了 你们到底怎么练习上了 啊 就是游戏里遇到的 她游戏打得好 我就请她叫我打游戏 然后你们就在 现实生活里进了 差不多吧 因为那会儿我打游戏打得不好 所以她 就到我家里来 找我打游戏 固难挂你的那种 还有赵云里白诸葛亮 那些野男人不算啊 诸葛亮是中单 小金金 你就算跟我说 这么冷的冷笑话 也消灭不了我八卦的热情 然后呢 你们不会已经在一起 你在一起你都不告诉我 你好好想想 我如果真的跟他在一起 我现在还会跟你出来 喝东西啊 这倒是 那你肯定是重色情友呀 那你也不能把重色情友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真的跟他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会单独出来呢 我肯定是要带个人啊 对对对对 糟了 金金啊 好像我们刚刚已经被人拍了 咱们还转了朋友圈 现在转来转去 转到咱班机群了 你看看 啥时候被拍了呀 真厉害这些人 我直接装死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怎么开始打王者如药了 就是看你玩啊 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开始玩了 姐 你现在用什么号玩啊 我大号在QQ去 上个月特别忙 所以我就没玩了 下次要玩的话 我拿微信号带你 好好好 行吧 既然呢 你愿意带我 那我就不对你言行别动了 神神秘秘 什么都肯跟我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我转移话题 小子 我真没想到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还能跟于途联系上 我真有缘分 我也没想到 说不好信心 不行不行 我想说 有点烫 于途啊 你坐着 坐着 正好跟你说两句 我吃饭的时候 跟你聊了那个小姑娘 你不再考虑考虑了 你照片也不看看你说 看看 看看 直接见个面就好了 给自己个机会嘛 也不耽误你什么时间的 阿姨 不用了 别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们先聊 好 好 好 bloom